之前就转告过你了 不准探界徐洛世 我妹妹马上就要行刑了 还请您通融一下 让我见她最后一面吧 不行 你走吧 去去去 走吧 相书大人 大人 这位是 王家的少夫人吧 法里不外乎人情 让王少夫人进去吧 是 多谢尚书大人 多谢 王少夫人不用客气 请 十一娘 二姐 你怎么进来的 我原本也进不来的 不过 幸好 幸好遇见了尚书大人 尚书大人 嗯 二姐 没想到在新兴前 我们还能见一面 十一娘 永平侯的事你知道了吗 侯爷和王九宝之事另有内情 他们说侯爷现在正在被通缉 那就说明侯爷并未落入他们手中 只要侯爷回京 一切便能真相大白 可是 可是你马上就要行刑了呀 福间路途遥远 也不知道侯爷 能否及时赶回啊 我只是怕侯爷会进途中路途艰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什么消息 只是姐妹的寻常问候 并未听到有何异样 那王上夫人 尚书大人 侯爷的意思是 此时不宜节外生之 我总觉得十一娘这么做 是想告诉我什么 只是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十一娘 是不是怕被人听去了 所以说得如此含糊 跟我们打了个哑谜 侯爷 为帮十一娘喜愿 去东南 见王九宝 十一娘说 侯爷见王九宝 另有内情 这是否说明 能证明十一娘清白的证据 在王九宝手中 此证据 定然对靖远侯不利啊 所以 十一娘说 徐令仪回京途中 凶险万分 是 十一娘定有此意 只是 这尤灯又是何意呢 十一娘担心侯爷 回京途中有危险 难道 尤灯的意思与此有关 可这十子 又是何意 我明白了 尤灯所照之处 皆有光亮 唯独他自身之下 一片阴暗 换句话说 越是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 越不容易被人发现 有道理 那对于侯爷来说 什么地方 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呢 我 废物 这么多人都找不着徐灵仪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 侯爷请息怒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凡刑即可一扯 宁错杀不放过 甚至因此错杀了不少百姓 可就算这样 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这徐灵仪的行踪 属下也着实想不通 他究竟是如何躲过 我们如此严密的搜寻的 刑期已到 出来吧 太夫人 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许家 你也得正义 我的家人 今日遭受冤屈 行刑在即 你们若不放我出去 我就死在这儿 母亲 母亲 冬天 冬天 我冬天 父亲 母亲 父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